一個花燈作品都是經過一直思考 一直討論 就像我們剛開始 我們原始制圖 像這樣開始 慢慢地再討論 慢慢地一直經過十幾次的修正 到最後 它變成一個深耕台灣重新出發 非常一個完整的主題 今年的復燈 除了能夠展現所有傳統燈藝之美 我們更加入了很多新的元素 新的創意 還有結合了現代科技 還有聲光效果 把這個傳統燈創造它最大的生命力了 西醫院的眼神 而不知名創意 那麼高峰以前還在一起 像是埋酷的採用 沿路奄來自成功 天輩的採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